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优娘驾驶 今天要为大家开箱分享 FuzzyBot F2400户外行动电源 22公斤的重量 2048瓦时的容量 还能同时接16个设备 最重要是它的任意调节充电瓦数 不会造成营区一条电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功能吧 记得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关注FB粉丝页可以获得最新讯息哦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优娘驾驶 今天要为各位开箱的是 露营、车博、野餐、摆摊都可以使用的户外大型行动电源 今天我们到户外露营、野餐 先把太阳能板架收起来 边充电、储备 等一下我们要料理用的电力 这台行动电源的重量只有22公斤 提供了2048瓦时 也就是2.048度电 最大输出2400瓦 瞬间输出可以到4600瓦 几乎可以满足99%户外用电的需求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它各部的功能 挑电器不如挑好电源 F2400让你不再担心跳电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台F2400它各部的功能 前面的面板 这边是一个电源开关 下面是USB的输出 这里有一个单独的开关 针对这个区块 每一个输出它都有做防尘盖 非常的贴心 它有两个QC3.0 三个PD20瓦 一个PD100瓦的快充 中间就是它的显示面板 可以用的时间也显示在这里 一边是输入的充电瓦数 一边是输出的输出瓦数 它的所有配件都在上面的收纳箱里面 不管是AC的充电 太阳能充电 还有呢 行车的12B点烟座充电 都在这里 只要把机器带出门 绝对不会忘记带线材 电源打开之后 这有12B的开关 上面是点烟座12B10A XT60 12B25A 再来是两个DC5521 12B3A 输出 侧面非常特殊 它做了风扇的散热防尘盖 要使用之前 一定要把防尘盖打开来 让它散热 那不使用的时候 盖起来可以防尘 那这里是一个保险丝的开关 超载的时候它会跳掉 我们再按一次重置就可以使用了 下面这里呢 是AC input 也就是输入的模组 它输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110V输入 一个是太阳能输入 110V的输入最高1100瓦 只要两小时就能充满 它的太阳能输入是11.5V到50V 最大500瓦 同时充的话最快1.5小时就可以把电充满 在电源的另一侧也是有防尘盖 这是散热风扇的防尘盖 这边是AC输出的电源 下面有6个AC的输出 最大2400瓦 瞬间4600瓦 支援UPS边充边用不断电系统的功能 最大1100瓦 也就是超过1100瓦 就不能边充边用 要把充电头先暂时拔掉 UPS功能会直接使用外部电源 凝去电力不稳的时候 全部采用行动电源供电 是比较好的做法 今天我们是边充边用模式 维波2分半 扣掉太阳能发电90瓦 至1170瓦 边充边用 虽然补不了很多电 但是可以延长我们行动电源使用的时间 如果散热风扇的防尘盖 没有打开的话 会因为过热启动断电保护 敲电了 打开防尘盖重新加热 这个行动电源要用的时候 记得两边的散热风扇盖子 加打开 它过热会自动停机 它也可以选配拉车 让移动更方便 下面两个线索进去 然后这边再调一下它的距离 好 锁起来 来 女子单人也应 轻轻松松使用大容量 行动电源 有拉车可以使用 终于不用担心闪到压了 现在我们就现场料理午餐吧 好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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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天晚上吃大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没有几个营区可以负担得起这些用电啊 一定要自备一个行动电源 来来来 看看 你看 好香喔 好脆 好香 這個料好多 對啊 它的臭豆腐很夠味 這個辣也不會太辣 嗯 麻爾不辣 有一點麻 味道好香 嗯 啊 喔喔 店又滿啦 百分之百看到沒有 經過我們今天的測試呢 有些外接電源 在接電器使用的話 它是會啟動不斷電系統的功能 也就是最高1100瓦 它也可以當家裡的 UPS不斷電系統來使用 如果我們需要同時用兩個 大瓦數的電器 會超過1100瓦的話 就是要把它的輸入端先切掉 不要插外電 就可以用高瓦數的電器 以上經驗給各位參考 在西邊的露營區 在悠閒靜密的夜晚 泡杯好茶吧 今天我們使用了F2400大容量的行動電源 做了午餐晚餐的料理 晚上再泡一壺茶 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在露營區 各位看到剛剛營區的電力 因為大家都使用電器 造成營區的電力非常不穩 大家的燈光都在閃爍 這個時候 如果你有一台大型的行動電源站 可以支援穩定的電力 對我們生活 照明還有電器的壽命來說 都是有加成的作用 電力不穩 電器容易損壞 如果各位要買行動電源的話 考量第一個 重量 體積 再來就是它的容量 還有最大可以提供的瓦數 像這一台最大2400瓦 我們可以同時用氣炸鍋 電磁爐 加起來2400瓦 完全不會跳電 正常使用 副駕駛在做料理的時候 可以節省一半的時間 一次開兩鍋 同時使用 這一台行動電源 我覺得是它最方便的功能 就是在營區裡面 它有一個充電瓦數調節的功能 從1100瓦到300瓦 那如果營區的供電不穩的狀態 我們可以把它切成最小的充電瓦數 不會造成營區跳電 在車上輕露營的朋友 用這一台 它的使用時間更長 不用常常充電 也是非常的方便 行動電源要買的話 就是多看多比較 最好是有實際試用 絕對不會踩到地雷 希望我們的使用經驗 對各位有幫助 我是優娘駕駛 我們路上見 掰掰 你的雙手 擁抱世界 擁抱希望 我們會不會 我們很期待 今天我們會來 我們會不會 好 好 我們會不會 好 你可以 好 我 我們會不會 你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